来了韩国完了之后才知道 咱们中国有多好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电视剧里首爱的高楼大厦 实际就跟三线城是差不多 是中心开的建筑也不是很高 甚至繁华地段还是老破晓 中国哪个省的护照可以免签美国 对就是台湾省 哈喽大家好我是巴九 最近中国各大党媒出包了 转发的粉红大V也中招了 就是这张亚运会上 中国的六号选手跟四号选手 相拥而弃的照片 在我们看来非常的感人 对吧 这张照片被摄影师拍下 并由央视率先发出在微博上 一堆粉红大V见状 赶紧爱党爱国一起转发 结果不出一个小时 央视自己删除了这张照片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删除前跟删除后的对比 那有些来不及删除的 也搞不清楚状况了 直接破图给屏蔽掉了 转发了粉红大V 有些根本搞不清楚 为什么这张是敏感图 这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是裸露吗 很多粉红都很傻眼的 一直在网上发问 有一些知情的中国朋友就说 不要问那么多 你去外网上打 你就知道是什么了 非常的暖心 简单的六跟四 这样都可以伤害中华民族的感情 我跟你讲 中国已经很多年轻的 连八九六四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然你中共来开放调查一下嘛 来 你在微博上 十四亿个人 你不是做得到吗 你不是有那个反诈骗APP吗 不是都可以这个全 全中国人都发 你问一下 您知道八九六四是什么吗 选项一不清楚 选项二不知道 选项三 我爱共产党 你们不是喜欢玩这种测验吗 反正选一二三都是不知道 所以最后统计出来的结果就是 不知道 对吧 如果已经很多中国朋友 年轻的朋友都不知道 你在屏蔽什么 老一辈的人会死去 对吧 那你为什么要做贼心去屏蔽呢 有些粉红不是说 这个八九六四是对的吗 镇压了这个 勾结西方势力的革命分子 怎么不见任何粉红 在中国的平台上大战 中国共产党邓小平 在1989年6月4号 做的决定这个行为 对吧 你们就唱战歌的方式 去说这件事情啊 批判赵紫阳 跟那些乱党组织 爱党爱国的 说这件事情 但是你们连这个权力都没有 对不对 我觉得这张图片 唯一非常可惜 美中不足的就是 八号选手跟九号选手 竟然没有一起加入 六四选手相有而弃 这个画面了 非常惋惜 而最近中国不是廉价吗 又一堆粉红跑去国外大闹 像在美国的一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里面 一名爱国留学生 把学校的吉祥物 喷漆涂鸦 成了祝贺中共国 74周年生日快乐 并且画上了 中共的党期 以及五星期 并且拍照 放在小红书上 让大家来看一下它的数值 那现在已经很多 这个中国的反贼网友 去这个学校 信箱连署 希望学校 要乘处这名学生 非常的软心 每个小粉红都喜欢这样做死 对吧 相对而言 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 不管是北大 清华 或是这个 二三县的 这个大学中啊 是否允许 欧美日韩的 留学生 如果有留学生的话啦 同等喷漆自己国家的国旗 在你们中国的 铜像 或是雕像 或是中国学校里面 甚至把自家的 执政党的党旗也 喷上去 可以吗 你们允许吗 不过放心啊 软心的事情 还是来了 有反共的中国朋友 健壮 也上去喷了 圣上的绰号 圣上的名秽 并且说 NMSL 把这个档旗给涂掉 这就跟上个月在伦敦发生的那个粉红墙一样的事情 对吧 不是有很多这个爱国小粉红跟留学生在这个 伦敦涂鸦墙上 噢些什么民主法治爱党爱国的标语 结果被更多人去嘲讽 连西方人也加入去嘲讽 对吧 你们总是这样 很爱让大家看笑话 对不对 除此之外 还有一对粉红夫妻 跑去韩国旅游 顺便拍片贬低韩国 其实这个套路都一样啊 你把粉红批判的国家 换成什么 印度啊 韩国啊 日本啊 台湾啊 欧美啊 二三十几个国家 通通都一样适用 为什么 带大家来点评一下哈 来了韩国 完了之后才知道 咱们中国有多好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电视剧里 首爱的高楼大厦 实际就跟三线城市差不多 始终新开的建筑也不是很高 甚至暖化地段 还是老破小 有没有看到 还在高楼大厦 对 中国有高楼大厦 很多又怎么样 那是你们人口 基数多啊 你们高楼大厦那么多 你们人均一万三 你们人均是美国 1980年代的水准 你们人均是台湾 1990的水准 高楼大厦多又怎么样 那是你的吗 那个财产拥有是你的吗 没有 那不是你的 只有烂尾楼是你的 还在那边 啊 真的很好笑 这边啊 韩国出了胆子大 你看又在那边 哦 我们三四线城市 都比这个台湾好啊 比日本好 比韩国好 比印度好 比美国好 比欧洲 比北欧五国还好 常常讲这种 对吧 所以我说 把里面的国家 换成欧美日韩台 都适用 因为粉红 都是在讲这种话的套路 你去看这个外表干嘛 没有一个东西是你 什么是人民的 社会福利 平均薪水 各种各种的保障 还有 当我们遇到政府破坏的时候 有没有相对的 自救能力 救济能力 这个是 全世界的人民 最重视的东西耶 你去看高楼大厦 还干什么 OK 你们中国盖一个 一万楼的高楼大厦 那所以呢 又怎么样 那是你的吗 从韩国最南边 开车三个小时 就能到韩国最北边 德国那座高铁 说不定还没出手 河图面积 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还都是三年 逛个街 就跟跑了山一样 累得够呛 不是我说 韩国打车 是真理马的贵 岂不价18块 不是韩国贵 是你穷 是中国的人均太穷了 所以你觉得 去韩国消费很贵 懂不懂 就像我六七月的时候 去美国 我发现自己好穷 为什么 美国消费很高 美国起步价也很高 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均 就不如美国人均嘛 对吧 一样的道理 你为什么会认为韩国贵 因为你穷啊 中国人均穷啊 高楼大厦 看韩剧里 以为韩国人均穿搭博主 也没必我们阳性到哪里去 最日常的穿搭 也很爱 北京三里屯的朝人 不比他们多得多 你就知道说 韩国的那些影视 你们看到那些都是 包装出来的 没错啊 又不是说 整条韩国路上大街 都是那种所谓的俊男美女 中国也一样啊 你们看那个抖音上 拍出来那种街拍 那个是什么什么 你们那个腿拉了多长 你们那个磨皮开了 你们那个装啊 我看到好多 那个装 装前装后真的是 头过胎了是吧 哦 继续看下去 韩国本土朝牌的设计 究竟是卖给谁 都说韩国朝牌特别多 你看看 有几件普通人 你是不是逛坐店啊 能穿的 三千大洋 一件泳装布料 你确定能穿出门 大碗六折九十五万 折合人民币五千三百块 真是小到拉屁股 开了眼了 韩国的生活成本 也是高的利品 随便吃一顿炸鸡 那是因为你穷啊 每个一百块下不来 一份汤饭也有起司 这家本地人吃饭的店 价格能比外面的店 巨吃便宜三分之二 五个人吃了八百股豆 一斤大葱三十二 水果更离谱 四个桃要我小一百块 一盒蓝莓五十块 你在韩国买水果 那你妥妥就是有钱人的象征 最后再看看 韩国的日用百货店 基本除了化妆品之外 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来的 韩国最火的动物 也是因为有了 咱们中国的熊 所以你说 韩国人到底哪里拿的私信 想着去申请可以吧 很多东西的 不好意思啊 从中国来的有什么好骄傲 又不是什么金片高端产品 从你那边来 这在你们那边组装的 叫made in china 这样就是你的老 不是有上过我们节目 那个李孟居李先生 他不是被中共抓去监狱 劳改吗 对吧 他就说 里面很多中国劳动力 都是那个判人做的 不用钱 印度他有专门的抽号 日本也有专门的抽号 韩国他们也有专门的抽号 菲律宾东南亚他们也有专门的抽号 泰国也有对吧 台湾他们也有 香港人也有 对于欧美人他们也有专门的抽号 所以反问一下 像粉红柴啊 说台湾在制造堆利 是我们吗 我们什么时候说 印度人是这样 日本人是这样 韩国人是这样 东南亚人是这样 美国人是这样 然后还给他一个 专门很难听的抽号 没有 都是你们在做这个行为 所以你说 谁在制造堆利 中国 而我们都知道 中国护照啊 有还不如没有嘛 对吧 接着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粉红是怎么赢 中国护照的 来 中国哪个省的护照可以免签美国 你别说还真有 这个省的护照啊 不仅可以免签美国 还可以免签什么英国呀 澳大利亚呀 新西兰呀 加拿大呀 以及欧洲 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说到这里 聪明的你 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 对 就是台湾省 所以我问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跟圣上 承不承认你说的 所谓的台湾省的护照 上面写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承不承认 如果不承认的话 你怎么会说 这个是你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 红色的护照呢 我不管你说的这个 China你的这个 文字游戏要怎么玩 我就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 共产党 承不承认 台湾护照 就那么简单啊 台湾护照不见 可不可以在 可不可以在中国大使重办 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不承认 怎么又说我们是你的呢 而且你们想过一点 为什么我们可以 而你们不行 如果都是中国人的话 Why 难道你们比我们低下吗 不然除了这个 我想不到其他的答案 你也不能说 因为我们跟这些 西方国家关系都很好 你允许自己的一个省 特例独行的 跟其他国家很好 还可以制裁自己的母国 你有听过啊 这个世界上 我应该没有听过啦 而且你有听过 台湾省跟西方关系很好 因为他们都很坏 那为什么中国的 赵家人留学签证 然后那些子女拿永居 都是去欧美日韩 小孩也在日韩 华春莹 你们这个中国外交部的 新闻师长 那为什么还一直在 加州二湾呢 为什么 Why 为什么不是在叙利亚 你这次这个叙利亚的总统夫妻 不是来你们中国 二十几年首度出国 你们中国还派 专机去护送 哇 你们中国人看到叙利亚总统夫妻 兴高采烈 我就问 你们为什么不去叙利亚留学 你们不去叙利亚移民 要去美国 我们接着看下去 新加坡和日本是免签中国的 为什么日本护照免签中国 免签不免签 肯定是中国跟别人都是对等的 谈出来的 日本护照免签进中国 是因为当时中国是为了保留香港 日本护照应该免签一百八九十个吧 其实这个数目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 免签多少肯定没有太大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说 你关注的这些国家 或者你经常去的 免签是免签 那如果说不免签 其实你有很多种方法 来强化你这个中国护照 你比如说你办个希腊的免签 那你一下子 升个二十七个国家就免签了 你原来六十多个 一下子变成九十多个了 就离这个一百九十多个的目标 又来越近了 所以我觉得免签本签改变不了 但我们可以改变的是说 通过增加一些免签的身份 既不影响中国的身份 又能够让自己的中国护照 一下子能够增加很多免签国 让你进出都很变 谁可以跟我说 他在讲什么干话 你拿到他国的免签 然后来增强自己中国护照 然后你又说 这就是中国护照 咱们中国公民很厉害 你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鬼吗 中国护照虽然免签的不多 但这不要紧 重点是你去了国家 有没有免签 重点就是 你们想去的国家 都没有给你们免签 你们免签是什么 朝鲜 叙利亚 之类的 还有这个非洲那些战乱国家 你们怎么不去 拿他们的永居 而且重点是 你后面说什么 比如说你办个希腊永居 对不对 OK 中国十四亿人口 多少人有钱 可以搬到希腊永居 美国永居 其他国家的永居 没有多少人 不然其实中国百姓 哪有这个渠道 哪有这个钱 够去自产移民 然后取得永居 但小粉红就吃这套 能怎么样 没关系啦 你就继续这样 收个小粉红的钱 所以我就问小粉红 什么时候要去叙利亚呢 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点赞 不相信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帮小小姐姐 拜